为了供应妈祖 信众燃放爆竹 还拿出喷灯 当场被警方逮捕 为了减少空气污染 还有安全的顾虑 今年彰化县政府要求 大甲妈绕境期间 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 不可以释放爆竹 烟火 鸣笛声 违法者最高罚款15万元 警方和消防局派遣大批人力 驻守在绕境路线 沿途击查果然奏效 少了鞭炮烟火 妈祖绕境的速度 比往年加快了一个多小时 但过程中还是有信徒受伤 张化一名27岁王姓男子 14号早上在家门口 摆放爆竹要迎接妈祖 他提前点燃爆竹 不小心炸伤了自己 目前生命机枪上升稳定 我目前因为你双眼肿胀厉害 没办法打开 男子前额致鼻腔 出现开放粉碎性伤口 双眼有失明疑虑 目前生命迹象仍然不稳定 还在家户病房观察中 大爱新闻 张化 综合报导 那么多散布 感谢观看